來看這樣的天氣變化 屏東昨天不只降下冰雹 還刮起類似龍捲風的強震風 現場像是被炸過 大雨伴隨在一片陰暗天色之中 氣流不斷上升 形成一道旋轉窩柱 在上空持續移動 這道風威力有多大 看看民宅的監視器 上一秒還頗平靜 緊接著一道強風襲來 屋頂的瓦片幾乎全消失 換個角度 走廊的門 鞋架也瞬間已畏 這個是鐵的 可以吹到彎成這樣 這個地點就在屏東高樹鄉 14號下午被這陣強震風 掃過的民宅 門窗 田地 無一處幸免 彷彿被轟炸過一片狼藉 很大聲耶 風很大耶 當作落後而已 沒有什麼事情 結果說把你塞這種風來 要怕死來 包括香蕉 比較大的手 就連路旁的電線桿也被吹得東倒西歪 這種少見的天氣景象氣象戰說其實已經接近龍捲風 威力相當於輕度颱風 我們稱呼它叫漏斗雲 所以它是蠻接近龍捲風的 那是因為它還沒有延伸到地面 但其實它這個風也是蠻大的 14號的劇烈天氣變化 不只出現類似龍捲風的景象 屏東午後也降下冰雹 這些奇景都和強對流發展有關 也提醒大家這幾天 仍要留意天氣變化 華視新聞消息中風和許文南屏東報導 就算了